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叫Hermeneutics呢 就是从希腊神话来的 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神叫Herms Herms是专门帮宙斯传递命令 就是宙斯是希腊神话里面最高的主宰 然后Herms这个小兵是专门要传递宙斯的意志 当时大概神话里面也没有什么书写 所以变成说他在传递的时候要帮忙解释这个宙斯的意思 所以他就被引申为什么 权势 所谓权势学的Hermeneutics 最早Herms 是指的希腊神话里面的传令兵 我们就简单讲是今天的传令兵 但是今天传令兵很简单 他有书面资料嘛 我只要把资料给你就好 但是在神话里面不是 他还要去解释作诗的意识 所以被引申为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的解释 事实上 权势跟解释一样 这是翻译的问题 有人就把它换作解释学 所以如果你看到解释学 那也是一样 也是所谓权势学 用英文为主 好 我想这种权势学呢 在希腊时代就有了 从亚里斯多德那边就有了 而到中世纪的权势学呢 主要是圣经的权势学 当然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了 因为圣经权势学所碰到的问题呢 跟今天我们所要碰到的问题不一样 圣经的权势学 它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 它不能把上帝的存在解释到没有去了 所以圣经的权势学里面很大的争议就是说 这只有所谓耶稣如何从一个人变成神 对不对 然后什么三位一体啊 然后那些什么一大堆宗教上的一些灵异现象 它都必须解释 我想我们今天不解释这个 今天的权势学不解释这个 因为圣经的权势学跟信仰有关 而信仰有关所遇到的问题 跟我们今天的权势不一样 但是这一门学问 就是说在中世纪的时候啊 圣经全世界主要是集中到那边 而今天的这一门学问 是到了现代主义的时候才开始 我们如果用一个箭头的话 就是说从这边开始往这边走 那整个权势学呢是从现代哲学 现代哲学从客观的角度 从客观的角度开始 然后走到今天呢所谓的主观 而今天的主观呢 变成是结构 各位如果dehita的结构呢 就放在这一边 解构 那这一边如果是解构的话 各位大概知道 这边有两派 一个是人文主义 一个是结构主义 各位先把一些主义啊 我们 那各位看到我们知道 就是从现代主义强调有客观真理 一直到后现代否定有客观真理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了解整个权势学的话 你必须从现代读到后现代 从现代读到后现代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 所谓客观呢 就是说从德国啊 这个主要是很多是德国的传统 斯莱尔马修 斯莱尔马修呢 他们一开始权势学呢 是在解释什么呢 是在解释那个一幅画 我想艺术也是在解释啊 他说那个画的真正的含例是什么 任何一幅画 画家 画家任何 画任何一幅画的含例是什么 我想今天大概 那个像蒙娜丽莎五百年了 很多人还在猜蒙娜丽莎到底在画什么 他的微笑是不是 很多争议啊 那个有书 好 也就是说最早的权势学呢 他前世对象就是说 那个一幅画一幅艺术品 他的内容是什么 他的真正的意思在哪里 好了 那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呢 他就把在这个时候 他就把这个一幅画的真正的含义 回归到作者的意图 各位把它写一下 作者的意图 所谓意图就是他的intention 这些解释到今天都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效用 我在讲一遍就是说 让你们念高中 念唐诗诵词大概也都是这样嘛 我记得我以前的郭文老师就说 这个杜甫这首诗是在干什么 他的意思是在感叹什么 什么城村草木森啊 那个国破山而在 对不对 或者是李白的这个师故乡 什么床前明月光 也就是说像传统这样解释唐诗诵词 都是述诸于什么呢 作者的意图嘛 对不对 这个all source intention 他意思是说啊 画家在画这一幅画的时候 他要表达的内容 那就是这一幅画的真正意思 所以他有客观啊 比如说任何一个艺术品呢 都会有客观的真理 当然有人email问我什么是文本 等一下我们顺便讲一下 文本是text 好 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认为 为什么把它叫人文主义呢 因为人文主义就是认定 人是所有意义的源头 人文主义如果在诠释学里面 他的解释就是人是所有意义的源头 因为只有人才能够制造出意义嘛 或者说这个意义是流行在读者作者之间 所以这时候的人文主义指的就是说 任何一样艺术品任何一样文本的作者 才是这个文本这个艺术品的唯一的意义标准 所以很多人就在追啊 任何一个东西呢 你要了解到意思 任何一首诗一首词 就要去问 等于要去问作者你是什么意思嘛 对不对今天不是很多我们很多文学作品 要想去问作者 说你为什么要创作这个东西 或者你创作它的时候 是拿来干什么的啊 好 这样的一个传统流行很久啊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对唐诗颂词的一些解释啊 都还是在 到今天也还在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解释到后来被发现不太准 不太准 简单一个 如果作者已经死掉的话 没有可以问 对不对 很简单嘛 作者如果死掉的话没有可以问 但是即使作者还在的话 你问他大概很多作者都不会讲 未必会讲嘛 因为他如果说这个东西就给你去猜嘛 对不对 或者说即使他讲了也未必正确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从作者的意图呢 变成结构主义 当然结构主义是比较慢的啊 比较慢出来 我想把这个文本写在这里 结构主义它的宣称是说 从作者的意图到这个文本之间 好各位文本就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解释一下 所谓的文本原来就是有文字书写的东西叫文本 就书本啦 简单讲 text嘛 我们说教科书是textbook 所谓的文本原来的意思就是有文字书写的对象 得一个词篇的那个文字才叫做文本 但是今天在详细学里面呢认为 凡事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解释的都是文本 我任何一杯茶也是文本 你一个手机也是一个文本 你的麦当劳那个mark也是文本 所以各位现在对文本的意思 所谓文本就是我们要解释的任何对象 都可以是文本 包括你们的法型啊 一首诗篇或者是一个音乐 包括那个什么台客是不是 爱台妹那个林志玲算什么 侯佩晨算什么 那一首歌本身也是一个文本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 所以现在的结构主义呢 它的说法它说 第一个作者的意图我们不知道 跟那个动机论一样嘛 对不对 如果作者已经死掉的话 我们无从问起 那即使作者还在 他要讲的话 我们也未必 我们也未必相信他讲的是真话 或者各位可以看啊 我们中国不是有文字学吗 那我们的文字学里面啊 我们都会猜哪一个字是相形字 哪一个字是会议字 哪一个字是假借字 不是在那边猜来猜去吗 各位如果上个文字学啊 我记得我们在台师大上课啊 那个郭文系老师啊 两个先生拿着拐杖在那边打来打去 在教室休息室就打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坚持说这个字是相形 然后他说是会议或者行生 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没有作者可以问啊 对不对 作者的intention 如果我们假设今天任何的一个 文本的意义都是要诉诸作者的intention 那我们几乎很难研究嘛 因为死掉的作者没有可以问 即使还在的作者未必讲真话 对不对 所以结构主义呢 他就说去找作者的意识很困难 很困难 然后呢他认为他也坚持客观 他也坚持文本有客观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人文主义认为 最客观的意义就是作者的意图 但是结构主义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文本有它的客观的意义 任何一个文本有它的客观的意义 也就是说你只要用文字表示 用那个图号表示 我想比如说你画一个人很悲伤 那我想我们任何看的人都认为 这个符号的客观意义就是悲伤 我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结构主义是相信认定 有空我们再解释什么是结构主义 大概但是结构主义在文本的认定就是说 今天任何一个语言都有文法 都有语法 所以也就是你只要根据文法 跟语法所写出来的东西 都有它的客观意义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去搭飞机 然后呢写了一个条子说 我要结构 然后传给那个空服员 请问这样够不够成结构罪 因为你很明显嘛 在今天我们中文的语境 当你说我要结构的时候 那不是highjacking吗 不是要抢劫吗 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事后说 我在开玩笑干什么 可以成立吗 不能喔 对不对 除非证明你精神状态有问题 我说的话就是说 它结构主义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任何一个文本 都有它的客观意义 而且这个客观意义呢 它意思就是作者的意图 到文本之间会有落差 这个不等的啦 这边呢会有落差 就是说作者的意图 当他想要表现什么 然后到他写出来的东西会有落差 当然你们可能很少创作 事实上我常常写文章会发现 我在写的时候想要写的东西 跟写完之后发现不一样 举个例子 当年我博士论写郭尔堡 因为我知道叫做叫我写啊 他说你要检讨你们台湾的状况啊 结果我在写郭尔堡之前 因为我还没有把郭尔堡读完 我觉得郭尔堡理论好像很好啊 因为我们当年老师都告诉我 郭尔堡理论很棒啊 我们在还没出国之前 结果我越写发现不对了 越写到后来把他批得一大糊涂 所以就是说今天你作者的intention 你要表达的intention 跟你实际写出来的东西之间 可能会有落差 所以就是结构主义之所以 不再采用人文主义 或者说跟人文主义对立的原因 就是说第一个作者的意图不可考 死掉的不可考 还没有死的话很难问 问也未必正确 然后再过来他认定 作者的意图到文本之间呢 一定会有落差 就像你要表达嘛 我想男孩子在追女孩子的时候 你想表达的跟你表达出来的 一定会伺候 一定会觉得说 怎么差这么多 我本来要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作者的意图到文本之间 会有落差 然后呢结构主义他说 那在基于这样的情况 他说我们根本不应该去 考虑作者的意图 为什么 因为当作者把他的意图 他写出来的文本本身就有客观的意义 就像刚刚说的嘛 你如果说我要劫机的话 我想任何人看到那个字条 一定都认定你是要抢劫嘛 对不对 你要劫机嘛 你不可能别人看起来说 你这个意思 可能还有别的意思 没有错 文本可能还有别的意思 但是呢 结构主义说 我们述诸于文本本身的意识 才是最客观的标准 他意思说文本本身就有客观的定义 你不要去猜作者 因为他画出这个东西 在我们这个时空之下 我们所看到的他就是有客观的意义 那当然这个客观会随着时间改变 没有错 但是结构主义呢 他认为说 以期啊去找那个作者的意图 不如我们就事论事 我们就看你写出来的东西 那个语言本身 他这个结构主义主要是讲那个语言 就是说语言本身会有它的客观意义 所以我们一切回归文本就对了 所以文本是客观标准 就是说 所以对文本的客观解释 诠释学客观的部分呢 就是这两派 这两派 真的是 4 9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